哈喽 大家下午好 OK 这个时间做直播 因为我打算晚上不要做直播 所以现在赶快做直播一下 现在我是在做工时间 刚好在office有一个半个小时的空档的时间 所以赶快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跟大家互动一下 那么昨天呢 昨天我就没有时间做直播 昨天晚上太迟了 所以就没有做直播 今天就赶快跟大家互动一下 哈喽 大家下午好 看一下这时间有没有人在线上 同样要帮我注意一下我的声音还有画面清楚吗 OK 哈喽 好多人在线上 那么这个时间段做一个直播 做一个快速的大概半个小时的直播 我们大家互动一下 OK OK 声音画面还清楚吧 OK 全部清楚了哈 OK OK 下午好啊 好的 那么今天这个直播 那么今天这个直播可能只有半个小时哈 因为工作时间通常我不可以讲太久 Kino Kino 请谢谢你哦 你告诉我 画面OK 声音OK 非常谢谢你 Kino 那么 快速的就跟大家互动一个半个小时的时间 昨天晚上非常抱歉我没有做直播 没有上线 因为昨天晚上 我放工回到家去也很迟了 那么我从八点半就开始见我的学生 我有一些学生来我家 我们就谈论了接下来 在这个 新的来临的这个 新的我们有个很像学会活动 还有我的一些专业班要开始的这些细节的东西 所以我们谈到晚上差不多接近11点的时间吧 所以大家都很夜 都很 谈到很夜很累了 那么 就不能够做直播 所以 昨天没有做直播 所以今天就赶快跟大家互动一下 给你看到我在线上 OK 也顺便看看一下 你们 那么 今天的这个直播主要其实也是在告诉大家 传达 一下给你们知道 接下来我的一个活动 那么在 这个来临的 这个来临的拜六礼拜我有两个活动 那这个来临的星期六呢 我将会在基隆坡 有这个讲座会 有风水演讲 在基隆坡 所以基隆坡的朋友 如果你们想看一下我 你们就过来基隆坡 Mid Valley这边 Mid Valley 基隆坡 他的export 那是propertyexport来的 正水星的 房地产 propertyexport 那是在这个来临的星期六 一点半 开始 我会演讲 我在那边演讲 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在那边 所以如果你们要听关于家居风水的 以及如何 买物质的风水 房地产 风水 所以这个 星期六 你们可以在基隆坡 Mid Valley那边 Mid Valley 我会在那边跟大家 在台上 跟大家 大家互动 教大家 怎么正确的选 这个房地产 风水 因为那是一个 房地产讲座会 那房地产讲座会 当然就是很多 我相信很多演讲者 很多speaker 他都是会 讲关于 这一个 509过后 大选过后 这个房地产 你要注意什么趋势 关于这个GST 关于他的一些发展 一些大蓝图等等 那么我就比较focus 在于房地产 你要怎么选择 买对一个 房地产 不管你是哪来投资 哪来自助 都好 那在房地产风水方面 你要怎么注意 所以在这个讲座会里面 我就会教你们 OK 那基隆坡的朋友 你们就 赚到了 这次我去基隆坡演讲 这一次我没有在 新山演讲 可是我也在 新加坡演讲 那就会是在 24号 24号 星期天那天 我会在 新加坡 搬这个 iproperty.com 他们有个讲座会 叫做 Malaysia Home Investment Export 那个地点呢 是在一个酒店 Mariot Town Plaza Hotel 在新加坡 我的演讲时间 是在 下午3点的时间 同样的话题 那就是在讲 物质风水 怎么选择 一个好的物质风水 来做投资 OK 或者自助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一次 我想要做的 这个讲座会的 这个题目 所以刚刚正在写着我的 讲稿 在准备着这些 讲座会要注意的 要什么 信息要传达给大家 OK 所以如果你是在 基隆坡的朋友 你就去 Mid Valley那边 可以去那边 好像要注册 什么之类的 你们上网查一下 Mid Valley 基隆坡 是DATO3 正水行的一个 Export Property Export 来的 我会在那边演讲 是在下午1点半的时间 来临的星期六 23号 星期六 下午1点半 那么在新加坡那边呢 新加坡那边 新加坡的朋友 包括 如果你是住在新山的 你也可以过去 新加坡那边走走一下 因为当天是 星期天 24号 下午3点的时间 我就会在那边 Mariot Town Plaza Hotel 下午3点 在那边做一个 大概也是历时45分钟左右的一个讲座会 关于这个房地产的 OK 我就没有过去居软了 Cony 问我里面去居软 如果你觉得你靠近基隆坡 你就过去基隆坡 或者你要过来 新加坡都可以 OK 所以好期待啊 好久没有演讲了 我近期里面都是在忙着在Facebook做直播 这样子 在演讲讲座会就感觉上泛慢了很多 所以近期也有很多发展上邀请我去 演讲 只是 可能时间 时间上的配合 那么这两场讲座会一个是iproperty.com 一个是 Dato3正水星的 这个 PropertyExport 所以两个都是 很认识 很好的朋友 所以不可以拒绝 一定要去 不然很多其他的讲座会我都尽量尽量都没有去啦 因为我时间实在是很难抽出来 OK 关于这个你们有什么东西要询问的 OK你可以 可以在这边 问一下 Live chat 有人要Live chat Wendy你要Live chat 我试试看 Wendy OK Wendy HELLO WENDY WENDY QUA WENDY你好 诶看到你啦 你是在哪里看直播 新加坡 没有啦 我在A3.1 诶A3.1静静靠近我这里 有什么东西 你要在线上分享 看到你讲要做Live chat 就按了你一下 很幸运啦 今天 嗯因为 好像只有你一个 我只看到你一个 其他我没有看到 OK来 有什么东西 嗯 我是想问老师是吗 最近我有买了一条水晶 四季幽灵啊 嗯 嗯 我想请问它是有什么功能的呢 到底 四季幽灵它里面有很多种幽灵的成分在里面 OK 我们也可以叫它做彩幽灵水晶 彩幽灵水晶 基本上也是属于好像属于五行水晶里面金木水火土五行都在的 所以啊 它的功用其实都很 都很完善 只要是五行水晶啊 就五行都有的水晶 它功用都全能 我们叫全能水晶啊 它功用都很完善的 可以催人员 可以旺财 还有就是可以对健康也是不错的 对家庭运势也是不错的 啊 所以这个你可以带的 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它是真的就行 怕买到假东西罢了 其他都不担心嘛 最近都有它很好的功用啦 都有它很好的功用 可以带 因为这个也是在Facebook标锤上来的 哦 没问题啦 它摸上去是冷的啦 嗯 没问题 可以的啦 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带着都有很好的功用 是去幽灵 采幽灵来的 嗯 采幽灵水晶不同颜色的 但是带右手 其实水晶来说 很多人就一直在质疑 到底带左手还是带右手 其实你带 我这个是左手 左手我是习惯戴手表 现在我比较喜欢带水晶和手表 放在一起 早期呢我就喜欢带右手 OK 因为我早期不大喜欢手表和水晶卡在一起的那个感觉 所以其实左右手没什么关系的 除非你在特别的状况之下 就是说你要把你的负能量给消耗 给水晶吸收 然后再把它放出去 我们有些水晶可以这样子来运用 我们叫做练功的方式 可以练功了 但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左右手就重要 如果没有在做这样子的话 你放左手 带左手和带右手 其实没关系的 带在你的身上就行了 没问题的 都可以的 这样要消耻的吗 需要 水晶需要消耻 买个消耻 吹水晶也行 OK 好 就这样 过来我这里有能量产 挺好的 OK 谢谢你 OK 拜拜 所以讲到水晶这个大家都喜欢 今天我的店里面有好多人 楼下集集满的人 我不要下去 我下去连造成很大的轰动 我还是躲在楼上比较好做直播 那么每一天我都有做工 每一天我来店里面 我都看到我店很多人 所以看到水晶的吸引力多强 它能够吸引多远的地方的人都来找我 所以那个磁产能量其实都很好 那我这边很多人是从外地 甚至有些是坐飞机过来 有些好远好远的地方都有 所以这就是一个磁产能量 然后在我这边一直在造就起来 所以我都一直在鼓吹这样子的一个能量 我们叫吸引力法则 还有我们自己的正能量的提升 所以来到我这边的人 我都希望大家都充满正能量 如果你是负能量很多的话 或者是你情绪很低落很不愉快 发生很多事情在感情上 在生活上在财运 在任何方面有很多问题 你可以过来我这里 我这里有一个能量厂 让你静下心来平静下来 但是如果你的确真的是有很大问题的 你要跟我的职员交代一下 可能你就一个人静静的在我的能量厂里面 不要被打扰 或者你需要见我一下 也可以安排的 但如果你没有这样子做的话 到最后 因为三个月 三个月也有一位粉丝 那么他自杀了 也身亡了 也去世了 那他有来到我这边 只是因为人很多 他没办法跟我谈东西 他也没办法去 去买水晶人太多了 所以变成到最后 最后他就自杀了 不久过后 过几天吧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会觉得如果你真的是在处于负能量很强 或者是很需要帮助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跟工作人员讲 我需要找老师帮助 我需要一些正能量 我需要怎样讲出你的情况 最怕是你不讲 你不讲我们很难知道 因为我们不可能 每个人去关心 每个人去问 因为人来人往太多了 那甚至要安排进入水晶能量厂的人 也好多 所以如果真的是有问题 你特别要求的那个时间段 可能只有你自己在里面 或者是我也可以陪你在里面 一起讲一些东西 当然要安排我的时间 所以有很多状况的出现 当我做了这个水晶能量厂 我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都有 那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发生 那我这边也有一尊很漂亮的 我自己很喜欢的 我告诉你 我自己很漂亮的观音菩萨 是纯水晶 纯天然白水晶做成的观音像 所以我这个观音像就摆在我的能量厂外面 放在一个沙发那边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也需要一些宗教上的 宗教上的那个信仰 你也可以在我的观音像那边 我有一串佛珠念经用的 那是车菊 也是天然水晶做成的 那是车菊佛珠 你可以跟我要求要我的佛珠 你在那边慢慢自己念 自己念 我有很多这些东西 甚至你负能量很强 你也可以跟我借我的白水晶 求我的心肝宝贝也可以借给你 那你就是去磨去感应 看一下去 test一下你自己的负能量 是不是真的很强 你需要一些东西去帮你加强 加持你自己 我这里很多东西可以帮助到你的 但是只怕你不讲 所以只要你讲 我总是会有一些方法 能够帮助你 有人讲我声音很小声 会吗 会声音很小声吗 每次讲得好大声 过来我这边参观看看一下 来感受一下正能量 来一个不错的磁场的地方 那么还有人在live chat吗 还有时间 还有时间 OK 还有时间 那么看一下 因为我遇到太多人 看到太多事情 所以也听太多东西 有时候 像今天有顾客来刷命 但他后来就要求来摸一下我自己的那粒白水晶球 这里最大粒最好的那粒白水晶球 那么他一摸下去的感觉 就是他一摸下去 有感觉是 整个手掌好像有东西在刺他 一种触电的感觉 刺刺刺刺的感觉 他摸下去 他就有一种触电的感觉 这就是代表着他自己的气场 本身有一点破损 就身体状况不大好 所以他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应出来 OK 有人讲声音很小声 声音会很小声吗 学我讲话再大声一点吗 好大声啊 OK 所以我会觉得我这里有很多宝贝啦 你们可以过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挺喜欢这边 我喜欢我的总行在这里 NOSA BESTARING这边 因为花很多时间在这边 这边有我自己制造的一个磁产能量在这里 所以一个地方他会散发出一个磁产能量 包括一个人也是一样 所以我一直在努力的在制造这些东西 所以我希望你们会喜欢 当然多多少少我的宗教信仰又比较强 OK 我是挺喜欢宗教的 所以我也很支持大家有一个自己的宗教信仰 未必要跟我一样 但是你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宗教信仰 因为宗教信仰的力量是我们无法用原语来形容 只有你真正投入进去 你才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个磁产能量 他的那个能量 好的 有人讲我今天精神很好 我只要一穿上红色 每个人都会讲我精神很好 红色是一个我很幸运的颜色 所以今天我带的水晶是红幽灵水晶 是不一样 比较少带 可能比较少看到我带红幽灵 OK幽灵水晶 这是红色的幽灵水晶 看过吧 红幽灵水晶聚宝盆 拌满的 我挺喜欢的 近期里面我是一直带着幽灵水晶 幽灵水晶提升我的能量很强 那么红色又带着我这勇气 所以当我在决定要需要勇气 做一些事情 可能你需要勇气在 或许你需要勇气在表达一些东西 有几种水晶是挺好的 有一种是 或者在沟通方面 如果你是沟通 想讲出心里的话 有些人 很多心事在心里面 讲不出来 打个比方 可能你想要跟老板要求加薪 OK 那你讲不出来 你怕那个沟通上 讲了点 讲错话之类这样子 或者是 你喜欢一个人 你想要表白 那么你又讲不出 这个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 那你喜欢了 你憋在心里面很久了 好不容易 好想好想表白 那个情况之下 其实沟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你不讲出来 对方永远不知道你喜欢他 所以感情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沟通很重要 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带 能够让你勇敢 说出心里话的一些水晶 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之前我带的清金石 清金石也是属于 你能够沟通 说出心里话的水晶 海蓝宝也是 蓝色的海蓝宝 也是属于这样子 类似这样子的 还有蓝水晶 也是属于这样子的 所以有几种水晶 是能够让你说出心里话的 所以如果当你要去跟女朋友表白 或者是喜欢的对象表白的时候 你就要带这些水晶 因为它能够让你增加你的勇气 还有信心 然后比较容易成功 OK 当然不是100%成功 因为感情的东西要三方面 然后一个巴掌也打不响 那你喜欢人家 人家不喜欢你 那机会也当然也比较少 所以有很多种种的原因在里面 但是起码第一步 踏出第一步 那是重要的一个开始 OK B喜同样也是有带着这种 催旺感情的这个现象 所以B喜也是我带的 也是对感情挺好的 很多水晶都有不同的功用 当然你是目的在哪里 比如说你在目的在拼事业 你就带万事业的 你目的在感情 你就带感情的 你目的在于表白沟通 讲话 那你就要带那一个 如果你是在刚好在进修 在学习 你是要开智慧的 你就带智慧的 你在创业的时候 当然你不喜欢感情有牵绊 当然你就是望创业的 在事业上的 你就要带那一些 创业的水晶 创业时间要带什么水晶 有人问这个问题 创业的时候要带的水晶 你可以带那个机关 机关23 对我来说是创业很旺的一个水晶 机关23 那么护眼石也不错 护眼石也是属于给人勇气 向前冲的一个水晶 那么再来还有几种 我觉得还不错的 红油铃也是其中一个 红油铃也是 增加勇气的水晶 纸水晶也是其中一个 还有黄水晶也是挺旺的 OK 绿油铃也是不错的 它能够增加我们的这个信心 去创事业 OK 那么其他的 还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Super 7也是 Super 7都很好 OK 所以水晶 行行色色 好多 有人问 万夫石真的可以万夫吗 万夫石 B.C.是万夫石 我带着这个B.C. 我这个是B.C.里面绿色的 OK 万夫的水晶 我也有 这个就是B.C. B.C.是万夫的 OK 万夫对于女婚人士来说是万夫 对当事人士来说 他其实是万自己的财运和事业 还有就是催旺感情也是挺好的 这是B.C. B.C. 我自己手上戴着一粒的是B.C. B.C.的戒指 然后旁边下的一些碎钻 这些是属于 B.C.它本身都是属于旺夫石 真的会忘另外一半吗 其实它有着一半一半的功用 50%是会忘的 所以当然为什么不可以讲100% 你带了过后 你的另外一半就大富大贵 生意特别好 还是什么 不然不是绝对的 但是它有一个力量 它能够让你增加信心 但你一直想着 你带了会忘福 你带着的时候 你的心里面 我们的人会制造一个能量出来 这个能量就是信心的来源 你有这个信心 然后它做东西也会顺利 很多东西它就结合在一起 然后再加上水晶 它发挥出来的能量磁场 它就有一个吸引力 它就会慢慢制造出来 到最后就会 事情就会发生了 OK 然后B.C.你看我带着好大条 我带这个好像是 好像是11米吧 11米的 B.C.我喜欢带大条的 我其实B.C.带大条比较美 OK 所以有些我会带的比较小条 比如说红幽灵 我带的是比较小条的 好像是带9米的 9米的 所以你看有时候 很尺寸带的不一样 那看个人喜欢 还有看个人需要 当然水晶其实是越大条 它的力量越大 因为水晶越大壳 OK 我有一大堆 每次就换来换去带 OK 还有什么呢 还有点时间 我还可以陪你们聊聊 有人说带着B.C.自然就会高雅 还是高贵 是的 B.C.非常高雅 是一个女性 朋友们很适合带的水晶 所以为什么我选择B.C. B.C.就是女人 其实很适合很适合带的是B.C. 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一条B.C.的 不管你是已婚或未婚 都应该要有一条 不管是已婚还是未婚 都应该要有一条 属于自己的B.C. 为什么每次做直播 总是很多电话进来 OK 就有一点干扰到我想讲话的心态 我看电话又要进 好 这个电话很捣蛋 OK 好的 每一次做直播 他就有电话进来 好奇怪 一个人好捣蛋 OK 嗯 那 这就代表着可能我的直播就要结束了 因为他一直打电话来干扰我 OK 其他的还有什么要讲 OK 这个电话一直进来 好了 不讲了 每次电话一直进来 我就不讲了 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 所以我要准备去下一个顾客了 所以今天的直播就讲到这里 今天晚上没有做直播了 你们不用等 OK 我们明天在线上再见 OK 就讲到这里了 拜拜 祝大家假日愉快 今天是假日 可是我没 OK 拜拜